其实韩国瑜绝对不是那么好打 韩国瑜就是两手空空都可以打架高雄的江山 我一再的说过 他在北大的这个光华学院念过书 他对毛泽东非常有研究 所以他的战术运用很强 他用的就是毛泽东当年 他用的就是当年打怕国民党 毛泽东打怕国民党那一招 比如说阶级斗争 他一开始就说他是庶民 当然现在大家说他根本不是庶民 他是庶民对权贵 那个叫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过 你只要任何选举 只要任何打仗 只要阶级斗争 一抓就零 只要丢出那个就赢了 那另外他不是最近丢了一个 怎么拉出来打进去 那是毛泽东的话 他一定要说是他自己发明的 他只是把那两个字倒过来而已 他自己发明的应该是那个塞子 那个塞子 确实是他发明的 而且我觉得他最 他对他学毛泽东学的最像就是 全省串年动员这个兵农宫大众 学生 学生这个运动 所以他全省串年 江村包围城 你在想他一个初选 就可以从云林花莲台 这个什么台中 然后到新竹之类 到这种地方 他就是学毛泽东那个全省串年 动员那个兵农宫大众 然后刚刚上下讲的 那个省串那一批就是 兵农宫大众中间的一批 还有学生 当然现在年轻人不要 已经离开 那另外那些就是 省串的婆婆 婆阿姨叔叔之类的 那就是他的人 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不是打到最后 国民党 打完八年抗战 然后叫那些军人 全部解家还乡 那些人说 处处不留爷爷 去做八路 然后他就是动员那些人 就可以把国民党打趴 打到台湾来 那他今天用这一招 高雄就被他打下了江山 所以然后 但是不能否认 国民党的六个候选人里面 他的口才最好 他的煽动力最强 那郭台铭的差就是说 他连讲一句话 完整的话 他都讲不出来 他常常结巴 而且讲不清楚话 所以韩国瑜的条件 我想民进党怕他是 因为他那个肇事本事 但是他的问题也很多 因为他真的一箩筐的问题 那民进党打他的农舍 不会那么轻易放过 那个农舍当然是重新弄过的 可是他到时候 如果真的拆了或怎么样 他也是一个拆弹 对不对 对 但是问题是后 他女儿回来说 一个礼拜就想走 我觉得这种话都是骗人的 你知道为什么 他刚当选高雄市长就职的时候 大家印象一下还是 他选美国总统 在室外办总统就职 还坐那个船 在爱河里面走 然后去做那个礼服 美国总统也不够花 两百块美金 那个总统夫人去买 他们全家被捧得像公主跟皇后 你知道吗 然后今天你突然间回来 发现这个天地完全变色 从云端跌落樊城 他当然待不下去 所以当他回来发现 这个天地变色以后 当然玩不下去 那你说 李嘉芬说 情愿回到从前 连高雄市长都不要做 大家回去放那个盗袋来看 他们家在做高雄市长的时候 全家那种欢欣鼓舞 非常享受那种荣耀的感觉 那种都是过眼云烟而已